昨天晚上房车不是停电了吗 导致水泡测不上来水不能洗漱 冰箱里的东西也都化了 最主要的是拓展也收不回来 房车一开不走不能找地方去充电 我给房车厂家的电工打电话求助 按照他教我的步骤 用铜线把车里的保险重新连了一下 专业人士就是不一样 回到房车里查看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把房车的拓展收回来我要出去充电了 张家借了很多充电桩不让房车进 我把电量用到低于15% 房车保护理电才会这样 找到了唯一一个还让房车进去充电的地方 搞定